来来来来来啊直播搞起来 今天真的是好嗨的一天啊 今天的话呢 今天小狼 etf靠谁拉呢啊 就就是adt嘛对吧 adt不知道是为什么突然就拉上去了 反正啊这个真的是 是怎么说呢啊好的股票的话 你就拿着就好 如果你对这个公司他看好的话 你就在他盘整的时候再拿 然后呢他已经到10块钱多一点了 就啊盘后是差不多9块97分 差不多到那 然后呢如果是到差不多10块76的话呢 会是到一个压力位 然后呢就是我们当时画的啊 画的有点像皮卡索的味道 然后呢再上去的话就是差不多12块 但是如果你要让我看长期 我就拿着 因为这个公司真的是特别就是 以就是根深固定的一个公司 然后呢不用太担心查到底怎么样 然后还有google在里面背书 我觉得他破钱高 就破这个地方是 就是就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特别是现在这个行情吧 这种行情 然后哎谢谢shane的打赏啊 定投哎谢谢谢谢 然后哦对 大家如果叫那个啊打赏的话 可以用这个streamlab的连接 然后呢就是啊以后呢 我们是有一个小变动那就是 啊 等一下我办 那就是啊这个 就是永久排行榜的话 还是会在的 然后呢进了前几名的话 就是会beta max就是永久的 然后呢但是因为 啊有蛮多人是在想就担心 以后这个前几名越来越多了嘛 所以就是啊大家就会觉得 哎会不会我就排不上号了 我就要打赏几千块钱才能进了 啊这个的话就是为了想到一个solution的话 我们也是每周的前二名 和每月的前五名可以进beta plus一个月 然后呢这也就是一个temporary的 然后如果你因为觉得哎 进了我们的小狼依险 然后看到一些操作啊什么 你挣了更多钱的话你也可以打赏 这样的话呢你也可以 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跑进啊 beta max就是永久的 然后呢今天的话呢 啊也是非常感谢 呃非常感谢那个hw 就是一个啊就hw 那个的一个大的打赏 然后呢是after hours 的一个打赏啊 你可以联系我 然后呢 我是可以把马上马上把你加进beta max的 啊然后对这个就是一个小的变动 近期的一个小变动 然后呢也非常感谢那个 啊frank的打赏啊 对 add 盘好久对 这种公司的话就是没有太大问题 然后啥时候止盈呢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不会太 我不太呃我不太那个担心因为 google进他google买他股票不是说我要啥时候止盈的 而是说他要长期发展的 所以如果你要玩一些就啊 谢谢tiger的打赏 啊就是如果你要玩一个股票的话 你一定要提前啊定义好 他是干你是干嘛的 你是跟他那个一夜停的 还是说你想要跟他就是天长地久的 adg的话呢 我觉得是可以可以算是天长地久吧 然后呢到时候出点什么事情 在在在说啊 然后general public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ownership state government还拿了一点 然后这是这是adt的 individual insiders1.3 然后general public4%啊 4%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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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几遍了 hedge fund是73.8 institution十三点 24.3 public company 6.6然后呢就是i'm not worried啊 就是如果有钱人都敢把钱放进去 那我为什么需要担心 谢谢邵斌的打赏 然后这就是啊 这就是我对这个公司的看法 然后就是然后你买了以后 就是你只要等着他哪一天报了 就ok了 就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报的 嗯 我找了新闻找半天也找不到 然后呢啊还有就是 然后但是有人尝试着去解释 然后对 还有大家还记得吗 前几天还不是爆出一个丑闻吗 爆出一个丑闻 不是说adt 啊 technician please guilty to spy on customers 什么 当时一个非常理 就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反应吧 也就是说合理好了 就是说大家用正常的逻辑想的话 就会想哎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的 就是how bad these lawsuits will hurt adt's reputation 啊然后你就是好像就是 也不算是自作聪明吧 就是说真的是想的深更深了 就是说哎这个loss会不会 啊就是坏了那个adt的名声 adt的名声坏的话 他生意会不会更加难做啊什么什么什么 那但是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反应 但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投资性的话 你觉得这种时候 当时我是这么说 当时我就说 这种消息出来的时候你不买 你还等他什么时候 就是好消息出来的时候你再买吗 好消息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涨上去了 对吧 他如果因为这种消息 打下来一下的话 那就那就买了呗 然后呢 最近一直要很弹 一直要跟大家说 adt还没起飞 不要忘记adt adt branch adt and branch insurance make it easy and affordable to protect home and auto 这个的话就是 就有一个discount嘛 30% 但是呢这个其实也对 就是好像平时的 普通的鞋好像是10% 但是他好像是给的30%也是很好的 这也算是incentivize 那个大家去买吧 然后呢 但是这我不觉得 他这个是早上出来的行为 然后呢股票股票是差不多接近尾盘了吧 突然拉上去了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啊 然后呢我们也是这边说了啊 就有一个大神 在群里面说了 哎真的是adt突然想通 可以卖透露的视频盈利 然后来真的是 是怎么怎么样呢 就是哎可能跟 pornhub已经达成一个 啊premium的一个content啊 啊partnership 然后呢像接下来就是啊 啊那个黄飘 啊黄片剑的那个netflix手起了啊 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也是adt的一个adt hub啊 也是ok 然后呢啊 但是这都是搞笑的 反正这个公司的话 大家觉得哎拿不稳了 你这次正好给你一个解套机会 如果你在这次跌的时候 你拿都有点感觉拿不住话呢 我觉得你还是趁早解套 趁早做一个波段盈利也是可以的 因为很多人他看这个股票横盘的时候呢 他就想做一个波段盈利一下 报了一下涨了12%还是十几啊 涨了12%是够了 你要想走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呢就是你你现在走是10块钱 是一个压力位 你走的话是可以的 然后呢 如果就是这几天也是给了你一个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测试期嘛 就你觉得哎这个股票到底你拿不拿得住 拿不住的话就走掉 就很简单 可能就不是每一个票都是每一个人的那个 每一个人的菜吧 对吧 然后呢再是鸡汤喂一波鸡汤的话 今天就是 我也在 我也想跟大家说 就是大家为什么要盯盘啊 盯盘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不要是非常的 没有目的性的去盯 你是为了坏自己的心情 好像自己的心 就是自己人生已经不够苦苦苦了 然后呢就是要就是要找一点东西啊 盯着然后看他股价跌 你就就不开心 然后看股价涨了你就开心 但是呢开心那种开心都是短暂的 因为股价要再盘整一下什么 你就不开心 或者股价涨涨 然后停了盘着了 你又不开心了 所以所以盯盘的话一定要有目的性的盯 就是比如说什么时候要加仓了 跌到哪里要加仓了来 这是可以盯着的 然后呢或者设一个lert啊什么的 然后呢什么时候要减仓了 哎这个地方可以盯着的 这些都是盯盘的一个目的性 然后呢啊不然的话 你盯着你又不能操作的话呢 就是没有必要盯 然后长仓的话呢 也是没有必要盯的太老的 就是直接设个lert就好了 所以大家自己一定要就是 就是我知道在大家很多人都现在在家 就是每天都可以有能力盯着盘 但是有能力也不代表你需要盯着盘 然后你要是想盯着盘 你也抱着一个看戏的 那个心态去盯盘 没有必要就是别你盯 你你work from home 一年 然后盯盘一年 你盯出个心脏病来那就不划算 然后呢 今天的话也是买了个硬做看gme 今天的话呢gme我们也是快进快出 哎这个怎么说呢啊 为什么说个硬做 不是说软做或者是一个躺做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只做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波段 然后对大家这个大家记得点个赞 然后呢就gme的话呢 我们呃我们是差不多这边进去的吧 不是 我们差不多是是这边进去的 横盘的时候呢进去了 然后呢上去以后呢 我差不多在107的时候就卖掉了 然后就因为这边耗子的吧 然后呢一般来说耗子以后呢 我就觉得他已经跑不远了 然后就就觉得就上次就耗子以后 就是开始落下来了嘛 所以我在这边想会不会耗子以后再下来 哎我们是完全啊测这个预测错了啊 然后呢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对就就今天为什么我要我要买 就是因为首先一横盘 第二个呢 我是感觉到情绪方面也是到了的 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做一波波段 lots of gme talks so we bought fifteen five fifteen calls on gme this morning let's go 就是这个 tramat 那个 pali hapita tia 什么东西啊 反正就是啊 这个也是神人吗 就是最近跟就是 他是跟那个ark的女生是同一等级的 那种投资大佬 然后呢 他就说了一下嘛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 这个 这这一波应该是稳了 然后呢 趁着横盘的时候 我就买了2000块钱 就就一点点而已 如果现在想想看 如果我20万20万或者是10万进去 哇 这真的是现在 如果能拿得稳的话就翻了个倍 但是呢能翻个倍也可以减一半 所以呢这个大家自己要小心一点 就是这种投机股的话呢 能赚一点是一点 然后呢 我当时就说哎 像是买了现场票去看NBA 然后呢 然后那个好像那个二宽哥也是说啊 好像是reddit的CEO让他买的 redditCEO也在买好像啊 然后redditCEO也 然后呢叫他赶紧也买 然后大家都在炒这个了 然后呢 我就当时我在想哎 Elon Musk要是在加入基南 那就是真的是神了 然后Elon Musk就是两分钟之前 就前就是我直播前的两分钟左右吧 他说game stock 然后也是wallstreet 也是算是倒了一个流吧 然后呢就进去的话 你点进这个wallstreetbets里面 你肯定会可以看得到的那个 就是呃 看到大家都在讨论GMB 还有BB Blackberry 然后呢今天这今天就是那个啊 就是啊哎 谢谢谢谢川的打赏 然后今天的话这个和这个 citron的citron research 那个老头头啊 这个光头老头头兔头老头头 对你看你要盯盘 你要盯盘的话 你就会盯得像他一样 呃光头老头头就 Robinhood Traders wallstreetbets tremoth filmtwet 啊 mimers tiktok investors 就是这个 这个应该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啊反正就不用装不知道的 然后呢 这就是今天我买了一个硬做吧 就是没有只吃一点点 就吃的差不多一半都不到 然后呢他又后来上去了 然后呢群里呃 beta beta max 里面的就是小狼etf里面的人 都在嘲笑我 哎真的是 因为有两个大导师一直还拿着啊 然后呢今天讲今天热股吗 今天热股的话 无非就是就是 比较密子嘛 比较密的话呢我们是 呃 之前说过啊怎么说呢可以买一买 然后呢 呃但是呢目标价呢 还就玩bounce啊什么是可以的 但是目标价呢是看他下面的 然后呢我们在这边觉得 120 110左右的时候你要想玩个bounce 是可以的 但是呢总的来说目标价呢是往下的 但现在看就完全应该是不会到了啊 然后呃如果我们回顾一下 之前的那个资料库的话呢是 12月10号 然后呢是差不多 我们是想等着96到102 然后呢但是哎就是就相信 不太相信趋势 但是相信华尔街炒作吧 然后但是怎么说呢炒作的话 我们当时就应该玩个短期 然后就可以吃到这个 但是当时就是可能仓位也不够啊 就是也不行就没想到他可以涨这么多 所以就完全错过 但是他也掉下来一点了 大家自己想看 如果要想买的话呢也可以 这边的话确实有个支撑 因为这边有个筹码密集区 然后这边的话也有跟鞋啊 这边也是筹码密集区 差不多是172的地方 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反弹吧 但是呢这个股票的话 我就就是对我来说 我可能就是看戏啊 抱着一个看戏 哎别别吵了 哦今天多伦多下大学 然后呢对今天热股还有什么 我看一下今天热股的话 AMC也算是一个啊 AMC的话今天也是 呃高高开高走啊 高开低走上啊 这个GME已经是 原本已经翻了个倍了 现在就是盘后又涨了 差不多50块钱厉害的 然后啊GME可以放下来了 然后呢还有Space也走的好 PAC啊PSAC 啊这个也是走的蛮好的 这个就是哎谢谢VV的打赏 这个话呢就是 呃这个怎么说这个股票 呃我们有一个小道消息说 就是说有呃怎么说呢 这个这个 的Faraday future 其实也是蛮好的 然后呢我们是差不多10点32发的 PSAC 然后呢这个股票也是拉上去了 然后呢啊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这 HEO啊我原本是对他没抱什么太大希望 我觉得他可能会在这边盘整一下就掉下去了 所以我就买了差不多5000块钱吧 然后呢他现在已经涨了 已经悄悄的也已经涨了 嗯对 Dead inside也是讲了AMC 但是他也说自己没有不会买 所以呢AMC也不是涨太多太多吧 然后毛尔的话也是低开以后马上拉上去了 然后呢今天nonox的话也是在就是就是冲高了啊 就是呃 然后呢另外还有什么 FOR对FRSX也是盘整一长时间就走掉走上去了 另外另外看 对另外的话ADT嘛ADT也是一个 然后今天今天大麻的话都是蛮好的 今天大麻啊大麻的话加拿大都是蛮好的 然后美国的话呢都是稍微有点弱的啊 ACB是涨了差不多最 Affair是涨了最多的 然后呢今天好像就我就看到一个CGC的那个消息出来 但是另外的话好像都没有看到 反正他们几个都是最近涨得特别好啊 就这这今天又回上去了 但是虽然是没有在高位吧 但是也在这边盘整了 然后呢相对比来说的话呢就是大就是 呃美国那些都是比较弱势的 然后呢啊trulip的话也是在回调 trulip的话我发现啊已经好像就是 他们已经在准备哦 NASDAQ的那个listing了 不是不是在那个 我我现在就是他们连warrant都出来了啊 然后呢 呃就准就在准备好了 然后呢cure leaf的话也是调整 然后cweb也在调整 然后调整crisco lab在哪 对crisco lab的话在这 crisco lab倒是调整最多的啊 幸亏我也是出来的 因为这种趋势就很难 判对嘛这个判判断 这就是当时我的逻辑就是说他在高位 然后呢trulip在 在是他的那个趋势震荡的低位 那他呢是哪个掉下来的话呢 crisco lab应该掉了更多的 但没想象到crisco lab就今天就这么大的一个sell off 但是今天这么大的一个sell off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想加仓的话呢 是可以加仓的 因为就是我不太担心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还是就没有太大问题的 然后只不过就是最近确实情绪跑得很好了 但是呢啊怎么说呢 我还是老样子 我还是觉得 大家要主角的话呢是 你是美国的大妈对吧 然后但是 怎么说呢 短期什么你要炒热度啊炒什么的话 加拿大的大妈确实是比较有那个交流量的 因为啊交交易量的 因为大家看到 就是说很多都是其实这些都是OTC买 很多人都买不了的 但是Robinhood的人能买什么呢 就是能买 acb能买apha然后呢 cgc然后这里面的话呢 还是重复一下 我最看好的就是说cgc和apha 然后啊今天spg也稍微上去一点 这对这方面这对都都还行 然后今天frog还继续在涨 frog的话从我们当时说 啊哎谢谢vvv的打赏 啊 呃frog从我们当时说那个 说什么来着 应该在这里面 看看 呃 对frog的话呢是从1月24号说的嘛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买的 然后呢觉得可以攀高的 然后呢现在的话呢 他也是已经在走完一个 已经正好已经攀攀上去了 就是如果你看这个懂 直接看这个图好了 因为当时哈 当时的话就是就是那个cateway在买嘛 然后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进去 已经然后呢我就 这当时也是我那个周末推的两个 就是说 frog和scdg scdg 的话呢就是有点啊有一点 那个让人啊那个怎么说呢 有一点让人失望 但是呢总的来说 的话i'm not worried at all ark 也在买这个公司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一个区间上升的通道的话呢 他在低位啊 你要想在低位开仓的话呢 已经很好了 就是说总总比在大家就是全网在讨论这个股票 然后开在高位要好很多 你已经省掉了很多 那个成本了 你至至少没有在热点的时候 开仓 不然的话 就很长的一个时间成本 所以大家想要去买的话 scdg 的话也是一个趋势啊 然后然后呢再是呃 对付货的话呢是说过了这些 然后今天话呢说的几个呢是 stick 的话呢就是我知道很多人在想吧 就是说哎到底stick 会怎么样 就stick 话你就把它看成一个储蓄箱一样的东西 就你把钱放在里面 他总会给你一个 就是就是意外的就是surprise pleasant surprise not a shit surprise 但总的来说话就是我下一次加仓的话是 他如果跌到13以下我会加一个仓 另外的话价格真的没有什么好看 真的根本就没有量 然后呢也没有就时间很短 所以根本又看不出什么趋势 我觉得就是就是然后呢也有也有一个 呃也有一个朋友说的那个 买满对的我觉得就是啊对 密的暴涨股说的 就是他说最近的那个spac 情况不太好 然后机构发现大量的散户 利用这种上市无上市前无风险套利以后 并不愿意 那个抬轿了然后改变了交易策略 然后呢先是就是往下吵 然后呢啊对这就是我的就是 这就是密密的那个暴涨股的一个看法 然后我觉得说的非常有道理 然后呢啊反正我把这个公司就是看好 这个公司吧 所以他要往下吵的话 这就我们就接下来他在他在那个掉下去 的时候我们再加加再再接一点就好了 然后呢啊 今天另外资料库还说什么 另外的话今天 ti3的话呢我是说的就是也说了一大段 找到什么支撑位那什么的 然后呢 sq的话呢也是 sq的话呢今天也有很多人问 然后呢我们也说 今天终于到了一个 趋势线的下方 啊哎谢谢CG的打赏 趋势呃 终于到了一个趋势线下方 然后呢这个通道的地方 你想想买的话是可以的 然后呢 但是呢啊就是他 他如果大盘的情绪走坏的话 他很有可能会开始回踩到均线 所以呢 大家我就大就 就是大家最近要开仓长仓的话 就要注意小心一点 然后呢另外还有说说 nokia的话也是我今天早上也是说了 然后ttcf tcf我看最后早上怎么样 tcf拉上去一点 反正掉不下去就拉上去了 然后还有对今天的话呢 这就是几今天几个热股 还有对然后还有就是财报来了 财报来的话 今天就是 首先是我在干嘛231的过去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massive short squeeze 很多人都被爆仓了 这种东西你觉得就 如果就是很多人在做空吗 就是这就为什么前几年有人问 要不要做风这种股票的时候 我都说离这种股票 你看个戏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做空的话是非常小心 很容易被爆仓的 因为这这就是会发生什么 从之前还是80块钱了 现在已经到220了 这种股票就是完全是失控了的 然后今天的话呢是 是那个amd出了新闻消息 然后呢 amd出了你涨的涨幅 还没有那个navidia高 所以呢啊对 反正但是 这早上的时候我也说了吗 amd的财报呢 我是看好的 哎谢谢 开温啊 开温 了啊打赏啊 谢谢你的打赏 然后呢这两个股票的navidia 和那个amd的 amd的财报呢是肯定是好的 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 amd的高位 navidia 在离支撑更近的近的地方 他已经做过一次盘整以后要冲高的感觉 所以这就是逻辑啊 为什么你要买 就是哪怕amd要出财报 你要买的就是navidia 啊这个就是可以避免要很多 不必要的损失嘛 对吧 然后呢我就 然后呢那个特斯拉的话呢 特斯拉讲的特斯拉没变 我要说什么呢 啊他这个是 对0.87 App的话就呃 amazon情绪也是哎 情绪下去了 然后呢 crm情绪在这儿 然后呢 microsoft他他到财报也很好 之前早上的时候我们也说 microsoft就是 呃就是但是这次的话呢 你玩过以后呢 我们也说了可以 就是你要长仓话倒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短仓话 现在是可以走了的 然后呢我们是差不多 1月19号推的啊 这个股票我说这个就是 他不是跟GM出的那个新闻吗 让我更好那个microsoft 因为他cloud的运用啊是更加高了 更加好了 然后呢当当时差不多是214吗 现在是差不多240吗 所以就是你现在走掉 准备好过冬 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也是涨了 这在microsoft上 你可以捞到那个百分 20%也是ok的 就也也是那个 就是没有就没有白跟我这个博主 然后哎 啊昨天paypal付款给你 哦哦这个啊 tereza你你那个你把 截图发一下 有我可能就漏掉了 因为对然后你就把截图发在这里面 然后呢 呃说一下你是 teresa 或者你在这里面说一下你是 那你的discord名字 然后我就可以帮你拉了 应该是 我这边有没有看到 对就是呃 我一般是按照截图拉的 然后呢再是 呃对今天的话这两个财报巨头财报嘛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明天是什么来着 明天就今天的话 amd microsoft starbucks也有一个 但starbucks i don't really care 就是太太慢了 就是 是否我们的性格 波音的话明天早上 然后呢 然后再是苹果的话 苹果和特斯拉 facebook是明天下午的时候 然后到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啊今天话财报就这些 然后呢我们这就是浓缩版了 然后我们等会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的